这个学校放假了 然后呢 因为我女儿她是那个双语班嘛 她学校里面其实 她的那个 俄语是英文嘛 但是我给她 当初给她选择了一个双语班 所以说她会一点中文 这几天放假了 把所有的书都拿回来了 这个是她的那个本子 这是中文 她旁边写的方译 她是主要是 英文 比中文好 然后这个是 等于说 她的作业 她是会写 中文的 我最近又给她就是 报名了一个那个 一个线上的就是 客户补习吧 叫做Lingo S 但是Lingo S 之前的话 那个Lingo S的话也挺贵的 也不算平 但是她之前的时候 就是学校里面 就有双语班了 然后我最近就是 又给她选择了那个 课后补习 让她能够就是多学一点 这个就是她写的 她字写的不是很好看 她这个她自己也会翻译 开心的话 happy 三星的话sat 她这个字体去翻译 已经算是很难得的 因为怎么说 很多在美国就是 出生的那个 中国人吧 就是 有的连中文都说不好 她这个已经算是 我个人觉得已经算是 难得了 就是你会看 你还要会写 虽然说这个程度的话 她不是说很难的程度 但是总比不会的好 我儿子的话她就不行了 她这个中文就不行了 也没有双语班 因为她的学习能力 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她只是一个 纯英文的班 但是我也给她安排的 那个课后补习 也在学那个中文嘛 但是不是那种双语 学校的双语班 那个是课后补习班的 都是在电脑上面完成嘛 圣诞节是美国重要的节日 奶奶做的菜很香 我当初小时候 那个因为我当初小时候的时候 大概是90年代 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学英文 那个时候也没有条件去学英文 导致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的英文相当的差 我等于说一个成年人的那个状态 来到英文 美国学英文 导致现在英文非常的差 所以说这个语言呢 从小要开始学 你要打下一个基础 打下一个基础 他们小孩子那时候长大了 他们的去找工作的话 也好一点 就是那个选择性也多一点 当你成年了之后 你再去学一个语言的话 这个是有点难度 所以说这个从小就要掌握 掌握双语 对他们日后来说 出去那个职场里面 就是比较好 比较好一点 有一次吧我看广告 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这个广告叫做Lingo S出来 后来我得进去 就是他这个是线上的那个 学中文的 我就是充值充了六千嘛 第一次我充了三千 因为我两个小孩子 这个课 因为一个礼拜我大概要上 每个小孩子要上三节课 就是消耗得很快 大概是六月五号 我又充了就是三千 每刀嘛 然后126节课 这个公司的话就是 我当初的话都是 他有25分钟跟55分钟的 我当初的话是给他们55分钟 因为25分钟我觉得太短了 所以说我是选择那个55分钟的 6到15岁 6到15岁 所以说呢 从小就是 就是要学一点 要打好一个基础 就是你有一个基础的时候 当你就是相当于就是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你自己再去自学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 呃 因为如果你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你再去学一个语言的话 他根本就是无从 就是门路找不到 就是没那么容易 所以说我女儿现在 他学校里面是双语 就是双语课 英文 母语吧 中文那个是第二个语言 我儿子的话就是全英文的 就是我每个礼拜给他上节中文课 就是在线上 呃 我等一下会给那个 放那个邀请嘛 大家如果想学 有小孩的话 如果想上的话 先使用我的邀请嘛 这样子因为可能他也 他们也会给我一些那个 就是积分还是奖励嘛 好 那先到这里了